大家好我是千千 我们今天人在台中北区进化路上 今天有一间全新整理的三房公寓要带大家来看 那它的商圈前面的北屯监理站 北屯国小北屯市场都只要一分钟的时间 一中商圈和中国医药学院的商圈都只要五分钟 非常的方便 我们现在走这条五米的巷道来进来看我们的房子 我们今天就是要看这一栋乌龄43年的公寓 进来的地方它也有一个大门 出入要有钥匙也比较安全 但入口处就会偏暗 那是43年的旧公寓 所以它的楼梯巷刀看起来也会比较旧 那有座窗户 所以下雨的时候比较不用担心雨水的泼入这样子 然后上三楼也不用担心要扛瓦斯桶 我们是有天然气的公寓 那这是上三楼外面的环境 总楼层五楼 我们在三楼一层楼两户 大门是使用电子锁 而且大门都更换全新了 大门和落地窗都是朝北 先从前阳台看起 我们对外的门窗是旧有的门窗 好处是不用担心雨水的泼入 那墙面跟地板的瓷砖它有全部更新过 鞋柜可以放在这边 我们来到了客厅室内就有23.6平 从前阳台到后阳台深度就有15米 格局是比较纵深的格局 三房两厅两卫浴 我们的电视墙是全平面没有收纳的作用 有的是隐藏式的电箱 全服式的电视柜 让我们的空间感比较能够延伸 全市的地板都采用贴皮的地板 我们来看次卧房 在看次卧房之前 这是它的公用卫浴 全市都已经做更新了 公用卫浴旁的这一间次卧房 大小就有3.3平 它的墙壁是贴壁纸 灯是采用艺术灯 窗户都全部更新了 沙门也是 我们房间的门是旧门刷新漆 门把有换新 我们三间卧房整修的方式都一样 这个空间由于走道跟餐厅是融合在一起的 所以会特别的大 所以当用餐区或者是你有工作区的需求 这里都是一个多空能的空间 非常的棒 我们来看我们的主卧房 这是主卧房的卫浴有更新了 那在门后是它的洗手台 我们这一间的空间大小就有2.3平 接着我们看这一间次卧房 它的空间大小就有2.4平 厨房的部分 它两边的瓷砖有换过 足具全部更新 墙面有烤玻璃 喜特利的抽油烟机跟瓦斯鲁 上下柜体都可以收纳 也有做上下开窗的设计 比较通风 也有沙网可以防蚊虫 我们来看晒衣阳台的空间 深度就有4.5米 墙面跟墙面的宽度80公分 但是因为我们铁窗有外推 可以增加我们的使用空间 目前它是使用电热水器 我们也有天然气 所以就看你之后的使用方式 目前售价728万全新整理的三房公寓 在三楼不用爬太多楼层 前后都有大阳台晾晒很方便 我们的用餐区空间很大 也可以当做工作区使用 生活机能非常的方便 进出交通动线也都非常的好 赶快联络我 现在就来看